在网络上发表一些言论真的要特别当心 因为狗咬死了一只鸡 被要求赔一千块钱 这个事件呢让台北市一名高三女学生吃了大教训 因为她把这件事情在脸书上贴文 说客家人是废物 虽然说这个文章很快就被删除 但是已经引爆了网友怒气 有人要求她必须要向客家人下跪道歉 事后女学生两度贴文说对不起 校方也出面说要辅导她 网络礼节跟族群平等教育 杨在客家村的记忆莫名其妙被宠物狗咬死 宠物狗主人陪且了事 可是她的女儿气不过竟然在列书上贴文 一开头就说客家人都废物吗 还说客家人都很穷酸 这段文字虽然两分钟后就删除 可是已经激起功愤 我卖250那我就收你250好了 收你250 我确实我是收她250不是收她 我也没有收她一千块 他骂客家人虫酸呢 所有客家人都被骂 向我们陆辽坑的村民和我们所有的客家人道歉 我们才会了事 不止基的主人气氛 网友留言也几乎一面倒 有网友要女学生向客家人下跪道歉 还说她读书读到尾追去 要她回去重新读幼稚园 网络骂声四起 女学生两度认错 透过脸书跟客家人要说声对不起 网络发言不慎引起功愤 台北市这名高三女学生已经学到教训 学者提醒 类似的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学校该好好交交网络礼仪 和尊重多元族群